教育界的环境 真的感觉到低压非常的难过 让人家有点喘不过气来 最优秀的建中的学生 选择了找药的生命 选择了末日之歌 最优秀的学府的教授 选择了跟魔鬼共舞 跟撒旦来交换灵魂 我不知道身为一个曾经是大学校长的您 你会不会觉得很心痛 对 我想当然是 真的是其实是非常难过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说 我晚上可能都会做噩梦 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您提的第一个案例 就是说我们的这么优秀的学生 在EQ上面 在生命教育 在甚至健康教育这方面 显然我们有做的不足的地方 那这部分也要具体的来做检讨 看看怎么样实质上 真的是在校园内要落实 那刚才您单谈的第二个案例里面 您用的也非常沉重的这个言语 就是说当然我也觉得说 这个教授不论任何情况 用假的发票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它是都是不理想的 那当然是要一定要 要很诚恳的来跟社会大众表示这个 部长 那如果真正正实有不法的教授 你会不会主张严惩 对 这个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其实应该分两个环节 如果是他确实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面 这个就是贪污了 这个应该是做最严肃 最严格的一个处理 如果他的所有的经费都还是本于原来 原来报账相关的作为 而是都是做学术的作为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让他们有一个机会 能够当然也还是要表示歉意 可是这一 如果我也认为多数的教授 大概不至于把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部长 您知道吗 这就是待会我要请教国科会主委的 我觉得整个我们学生的养成过程当中 就少了一个人文的素养 所以学生在年轻的时候 碰到了生命的难题 他无从去解答 他来到为人师的时候 面对生命金钱的课题 他也无法去解决 现在大学里面流传一个话语 是教授绑架了大学博士生 博士生绑架了硕士生 硕士生绑架了大学生 所有的人都被钱绑架 那谁是元凶 就是国科会的五年五百亿的始作俑者 其实五年五百亿是跟您特别说明 五年五百亿不是国科会的计划 五年五百亿是教育部的计划 国科会长期每年带有两百亿左右的经费 让各个教授去申请 那刚才您讲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应该这样思考 应该当然在每一个学校里面 他有一个学术伦理 教授可能会带他的博士班的学生 带他的这些甚至Post 然后再带这个硕士班的学生 甚至有些大学部的学生 最后结果 这样子的一个structure 我觉得其实是我们还是要善用 就是说让学生在学校的学习 能够接受很多 部长您是一个好教授好校长 但是如果你今天看到 整个学术环境的改变 我觉得你应该心痛 就有教授提到 他说在没有五年五百亿之前 教授大致上彼此知道 谁在认真做研究 谁在认真教学 以及谁在不择手段 而不择手段的人 也自敢走夜路 在各级会议上 近声不语 但是自从五年五百亿实施之后 所有的人都被迫要走同样的路 甚至跟不守学术伦理的人 增排名与业绩 以免被他们羞辱 有一天 历史学家或许会这么样写 台湾的人亡会从五年五百亿开始 因为大家忽略了真正的学术养成过程当中 后面人格跟道格的重要性 征求的 就是一个数字 一个绩效 所以我很佩服我的同学 台大教授 石之鱼 他退掉了台大的一个 终身特病教授 就在第一期五年五百亿的时候 可以让他薪水加百分之二十 可以终身特病的时候 他认为现在的整个五年五百亿 包括整个学术圈的风际 让人痛心 因为看到的只有数字 看到的只有被金钱的绑架 看不到真正的学术的轮理 我觉得我看到这些 我心里非常的痛心 所以您刚刚自己愿意跳下来 帮我们的朱主委来挡子弹 我非常开心 因为他是以人文背景 去掌管国科会 但是您以一个理工的背景 继续看第二期的五年五百亿 您知道在五年五百亿里面 有多少个计划 是跟人文养成有关系吗 这个比例其实是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虽然说我们还是具体的要求 有基因 有系统生物 我们有能源科技 有传统性疾病 有尖端光点 有奈米 有神经网络 只有一个叫做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 国立台湾大学提出来的 之外人文是零 五百亿你对人文的养成只有零 你也难怪我们的教授会自重 注重量产 陈委员我可不可以做一个简单回应 我们其实具体的要求 每个学校在人文跟社会科学的发展上 至少要十percent 所以每个学校我想这是迷你码的 我想以中大为例 我们至少有十五percent以上 这个是每一年一定是这样做到 同时呢 我们在今年的第二期的计划里面 我们特别要培养人文跟社会科学的人才 我们在特别教育部从里面拿出了五百万美金 每年有五百万的美金 现在已经跟世界上的主要的一些学校 Berkeley MIT 这个Universal Chicago 哈佛大学跟Imperial College 已经有五个学校建立了 我们送人文跟社会科学的博士生 或者Postar或者老师去 所以说我想跟人文跟社会科学的发展 是非常关键的 人文一个大学的发展 我想我常引我们前任校长李罗全讲的 他说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ood and great university relate on its humanity 所以humanity人文啊 其实是一个非常关注的 所以这个事情不再只是 不再只是说把它放在说我用口号的方式来看 我们具体的要求 部长你碰到我的时候你都喜欢多讲几句 我也给你很多的时间 谢谢 我是一直很称赞你 一个中央大学 你竟然可以成立一个黑盒子计划 在一个没有戏剧背景的学校里面 去鼓励戏剧的发展 但是以我的母校台大来讲 还有一个戏剧研究所 连一个戏剧表演空间都没有 你不觉得台大也走偏吗 所以我今天特别讲 今天钱 永远是没有上线的 但是如果你少了一个 你刚刚提到的人文培养 真的会 让我们的整个学术人力 我们要努力了 我想在座的校长也都听到 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些努力的作为 国康会宿主委 我想也在人设这方面的推动 我想具体都有一些作为 我们会继续努力 持续的努力 那我想我也常讲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 很真诚的来做这样的回应 也是希望说大家未来 在尤其今天谈到人文的发展上面 希望确实是能够实质的关注 不是只是看一个绩效 所以您今天的comment 我想我大家也都听到了 不是大概只是看数字 如果我们所有的发展 只是看数字 只是看绩效 非常短视 而且会造成各式各样 不适当的情况的发生 因为你来自学校 我特别跟校长在拜托 现在的部长 真的不要让SDI 整个论文的数量 改变了整个学术的研究风气 让整个学校 都是以追求绩效 作为它的一个发展目标 这点是我给你的拜托 谢谢 那么另外一点 我要特别跟你请教一点 就是我们前教育部长吴清基 谈到我们对于开放路生来台 原本的三线六部 其中对于大陆学生来到台湾打工 然后会不会再到我们攻读的缺的事情 他认为现在的三线六部 是不合理的做法 现在新的教育部长 您的看法 我已经在这个事情上 跟老委会 跟他们其实跟路委会 已经在沟通了 我们希望至少说 如果像RAA 像这部分是他学习的一个环节 其实这部分事实上要优先来做解决 那你如何不要排挤到我们本地生的一个公路机会 其实就是说我们不能用很保守的方式 因为某一个人做了某个工作 那就影响到其他人的工作 因为他就是他学习的一个环节 而且他的学术的发展 学术的产生的成就 可能可以对未来可以generate更多的机会 所以说应该用一个比较开放的方式来看这个 如果我们在非常保守的想说 好吧 只要有路生站了一个位置 那我们本地的学生就受到影响 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永远是一个非常保守 也没有办法从全世界去找好学生的这样的努力 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我希望你让路生有一个开放能够的机会 之余也要跟我们本地生研究生多做沟通 大家创造双赢 好 谢谢